李慧琼議員 參與古典金晴這個演講系列 這個系列是由香港公共圖書館 和鶴海書樓聯合主辦的 這次已經第八講了 這次的講就是非常引人有性的故事 我忍不住要劇透一點 題目先下 題目就是左轉的故事與敘事 《床鄭白黑段於煙談起》 主角嘉賓就有旁邊一位 許子斌教授 是嶺南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 左轉的故事一直都是引人入性的 以及我們所謂以史傳經春秋不發 左轉的序事也好 或者是明辨事理也好 或者是以意傳經也好 都是一種很特別的方法 我們在歷代裡都很欣賞 或者成為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裡的一個記憶 我現在首先要介紹一下許教授 許教授是歷如於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群文學系的學士 一級榮譽 這是很難得的 也是在哲學碩士 以及在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 剛才也說了 許博士現在在嶺南大學是擔任教授和系主任 他主要研究是古今漢語、楚慈、左轉、三禮之學 以及其他古代的文獻 他的專注相當多 他略舉一些 就是王日楚慈將句發微 即是說楚慈的王日注 春秋左轉禮制研究 楊白俊 春秋左轉注禮說教注 楊白俊先生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禮制語境、語經典傳式 左轉道讀及逆柱 是和善周瑤教授合處的 善教授是許教授的老師 合編的有海峽兩岸現代漢語研究 和善周瑤教授七碟受慶論文集 兩種的 另外的學術論文有八十幾篇 剛才提到許教授擅長禮 不過他今天講的是春秋 而且他在講一個很早的故事 我們記得春秋有老隱公元年至老哀公十四年 這件故事發生在老隱公元年 即是鄭莊公二十二年的 春秋裡面記了幾個字 鄭白黑斷與煙 但左轉是解釋 或者是互相發明和中秋互相發明的文字 比這幾個字多了幾十倍 故事很吸引 今天我們請了許教授 用熱熱的掌聲歡迎許教授 許教授 請許教授 在歐海書桜 18周年 這麼難得的 系列的講座裡 我能夠 我是有一個機會可以講講自己 讀了這麼久的左轉 我是非常榮幸 也非常高興的 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 就是與鄭嘉雄教授相議之下而決定的 基本上這個題目可以說是鄭教授給我的 我只能夠遵命去講講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聽起來是老生常談 因為如果你讀左轉 第一篇就一定是讀鄭伯克斷煙的 如果大家學古文 你讀古文官子 它第一篇也是這一篇 這一篇記載發生的事情 就是公元前的722年 計算起來剛剛好 2700年前發生的事 2700年前發生的事 而到今天了 是不是已經與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沒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未必是這樣的 可能我們可以在閱讀的過程裡面 可能可以將古典活化 又或者給它一個現代的意義 從中我們可以找到越讀左轉的樂趣 甚至是一些現代價值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拋磚忍辱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這件事就是剛才提及了 2700年前發生的事 但是它所相關的事情 其實到現在 都是有這種事情 因為它說的是人論之中的兩個很重要的論 大家知道五論 其中兩論就是父子、兄弟 這個故事裡面牽涉到的就是母子的關係 兄弟之間的關係 如果從儒家的思想角度來說 大家知道母子就是什麼呢 就是母慈、慈後 所以說慈後的 兄弟就是兄有弟公 這個就是說弟的 所謂說後和弟的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理念 所以如果大家讀論語的話 你會看到有子 即是有藥 這個孔夫子的一位學生 他比孔夫子年少很多 就是比較年輕的一個學生 他說過一個說話非常重要的 大家讀論語的時候肯定都會見過 他說其為人也後弟 如果有一個人 他能夠做到對他的父母 懂得後勁 對他的弟弟或兄弟之間 懂得互相的一種勁愛的話 所以他說其為人也後弟 以後犯上者 鮮兒 很少會出現這種人 要不好犯上 要作亂的就是怎樣 未知有人 更加不會有 所以最後得出的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就是後弟也者 其為人之本語 孔夫子 儒家所追求的人道 其實核心裏面 人類你要生存的話 你要生生不息 生生之為德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要說一個人字 所以人字是從人 二人的 說人與人的相處 說人不能離群獨處 你要有群體的生活 這個群體的生活在內的 就是你家庭 家庭是說親親的 在外離開了家庭 去外面 去社會做事 就是專門的 所以這個後弟 其實就是整個人的核心的部分 這個人字其實很容易理解 我經常都說 好像宋代的理學家所說 當時的食物和我們現在都一樣 我們有果仁 有杏仁 那個人就是核 那個核放在地上 有適當的培養的話 它自然會發芽 會生長 你會生生不息 所以儒家所說的 只不過是一個這樣的人類 作為一個種類 孫子所說的 一直繁衍下去的一個根本 在左轉裡面 為什麼? 老人公元年的時候 就會用了540多個字 很不容易的 因為整個黑斷於煙 只不過是幾個字 但是左轉用了500多個字 541個字 來傳適這件事情 講了故事 透過它的罪事 帶出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罪事者 想表達的 想揭示裡面的一個 一個教化的意韻 或者一個教化的含意 我希望從這兩方面跟大家講一下 一方面講一下這個故事 第二方面就是從一個罪事學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樣去理解左轉的記事 是不是只當它一個故事這樣看呢 就好像當一個小說看 當然可以 會不會再深一層 將它拉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做人處世 這個也是有待各位去參加 去把它發揮出來的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看這540多個字 是怎樣的 是很容易讀的 很容易背重的 他說初 初就是 開始了 或者我先用電話號碼跟大家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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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是一個基本的認識 我們 因為太多人說孔子的春秋 左轉 太多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立場 我們嘗試跟大家說一下 我自己是怎樣看的 我們知道左轉 就是轉 轉當然是解經的 換之 他所依附著的對象 就是春秋經 這個經都是我後來的人給他的 是儒家 大家知道有經書之後 我們就會稱呼他為春秋經 當時來說叫春秋 為什麼叫春秋呢? 春秋是一些偏年看的史書 有別於大家所熟悉的史記 他就是記著看的 但是春秋也好 左轉也好 他用的是一種偏年看的史書 這種偏年看的史書 在春秋的時代 基本上通稱為春秋 為什麼是春秋呢? 一年四季中 春生下長 秋收了東藏五 所以一年中最重要的兩個季節就是春秋 作為一年的概括 偏年看的史書 就是按年、時、月、日來記載的 我們看春秋正正是如此的 而左轉呢? 當然就是解釋這個春秋 我這麼說 當然裡面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在我來說 我是確信 左轉是解春秋的 否則它不會寫成現在的模樣 那 春秋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討論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它肯定與孔夫子有關係 而肯定孔夫子有修改過 這個是 即使我們現在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也很難推翻傳統的看法 好了 如果我們看看這件事 你就要知道春秋和其他的春秋 就是孔夫子的春秋和老的春秋 以至到八國的春秋的差別在哪裡? 祝書紀念 這個書上面有記載過 就是周襄王的周天子 平王冬遷之後 周襄王就是在晉文宮的時候 晉文宮大家聽過了 從二、春秋五霸的第一霸 就是晉文宮 今天我們的主角 靖中公不在五霸之內 但是祂是周襲的輕士 大家可以了解到 輕士是什麼呢? 輕士是周天子 要管理一個這麼大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這麼大片的 周襲的天下 它要靠一些下面的 一些有力 有才幹的諸侯 這些諸侯 就叫做輕士 輕士就是幫祂主理王室裡面 很多的事情 所以它的地位 是超越過 或者超越於 很多諸侯王之上 就是諸侯國的國軍之上 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後來 周天子 和鄭中公 大家有一些意見不是很合合的時候 他就想削弱他的權力 最後導致到 大家都聽過了 周靖就要交治 交換人治 交換人治 最後也避免不了的就是 周天子和鄭中公要打仗 射王仲堅 大家都聽過 這件事情 好了 如果我們看看周襄王 就是在鑽文公的時候 當時鑽文公流亡了19年 然後回到晉國 然後 他就是 大家聽過了 協天子以靈諸侯 當時他就要打仗 藤王的旗號 來召集天下一眾的諸侯 成為春秋的第一個霸主 這是一個過程 在過程之中 他曾經舉行過 匯合諸侯的一些盟匯 譬如溫之匯匯 匯合各國的諸侯 匯合各國的諸侯 當時來說 其實如果根據司馬遷的說法 他是想帶這些諸侯 進去朝見周天子 進去皇都朝見周天子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麼大群的諸侯 這麼多的兵馬 一帶進去的時候 對皇都的破壞 是很難估計得到的 所以諸侯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他們在河陽 在溫那個地方 淺土會盟的時候 就相反了 不是一眾諸侯 進去周室 去朝見周天子 而反而請周天子出來 跟他們見面 來主持這個大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 周相王匯諸侯於河陽 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事實的記載 但是春秋不是這麼記的 因為如果你這麼記的時候 周相王匯諸侯於河陽 就貶低了周天子的角色 地位 再者就是 你肯定是你的諸侯 沒有做好你的份內事 反而要周天子出來和你們 去會面 亦是於禮不合的 所以你看看 我們看到的春秋經 它就說 天王秀於河陽 秀是什麼? 秦秀 去河陽那裡打獵 秦行天下 這是很正常的周天子 他的墳外事 也是很體面的 正如大家都知道 這個同明王 李隆基 要走爛 走爛的時候要走去熟國 大家聽過了 要熟 但是他不是叫做 走爛去熟國 說他是什麼? 幸熟 幸就是這個秦幸 或者是受行的一個行為 所以很體面地說 這種說法 大家看看左轉 看看史記 你就要知道 是孔夫子的一個意見 他認為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記 就變成是諸侯召王 叫天子來 這樣是很不恰當的 對天子的顏面 這是一個很沒有禮貌的一種做法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叫做隱蔚 既是為周天子隱蔚 亦是為盡文公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接衝的一個辦法 亦是一種的隱蔚 所謂的名德也 名德也 即是 都肯定 他這種勤王 能夠更懂得尊重周天子的一種做法 所以這裡的例子 我們都會看到 我們一看到的春秋 不會是原本老國的春秋 或者其他國的春秋 簡直 Leadership 都能在這方面寫多一些文章 因為很多看法都比較成熟 那麼可以對很多曾經抗爭議職 都有一百新的想法 著酷亦也是 在左轉裡面 記載了未收春秋 即未經孔夫子修改過春秋 是怎样的模样 譬如我这里提出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宋的华偶 这个华偶的曾祖 因为华偶是华父督的曾孙 华父督是士君 大家听过什么叫士君 试杀了自己的君主 宋公、宋相公 杀了宋相公的时候 大家看到吗? 这个左传记者是名在诸侯之策 因为当时来说 说了一点 在那个年代 由周代 其实不应该说周代 可能因代其实已经是这样 你看看《策书》的策字 我们说《书策》的策字 你就已经看到是一本书 或者是一些纪录 一些竹简 来记录一些事情 在春秋的时候 我们更加清楚了 周室里面有周室的士官 诸侯里面有各个诸侯的士官 这些士官是负责记士的 他们的记士来说 正如刚才所说的 我对很多争议很久的问题 都是自己看法的时候 很肯定地说 当时由周公一直到来 肯定是有一些法则 记士的法则 就是说各个的士官 和周室的士官 大家都要遵守一些记士的法则 这些法则就是所谓的负告 负告的负字 就是我们说负负的负 也是指我们现在 如果大家看报纸 有先人过了身 你也会出负告 就是负走去相告的意思 这些负告在当时来说就是 一个国家发生了一些大事 士官要记录 然后要将这件事 送去不同的诸侯国 让其他诸侯国都记录 你在这个国家发生了这些事情 这就叫做诸侯之负 负就是负书 也就是史书 要记录下来的 那么 换言之在当时来说 这个华偶的祖先 就是士官 所以各个诸侯的史书里面 都记录了这件事情 这句名字在诸侯之负 这些就是未收的春秋 孔夫子赖以去自己修改 或者说去笔削 他那个春秋的底本 另外一件事 为宁夕 为国的大夫这个宁夕 他在过世之前 他都说 不得罪于君 命在诸侯之贼 大家也再一次见到了 诸侯的策书 就说孙林府宁夕出其军 就是驱逐自己的国军出去 这是有异的军神之意 将自己的国军驱逐 这个也是不合乎的理 在这里来说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在为国那里记录了这件事 然后传到其他的主效果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不是这么记 春秋是说为后出殯齐 为后出殯齐 因为如果你这样记孙林府 凌夕出其军 罪在哪里 罪咎 当然就落在孙林府宁夕的身上 作为臣子 你怎样可以这样做 是吗 但是孔夫子中他改了 是为后出殯齐 不然之为后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这个可能代表到孔夫子的见解 也是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 一个剥辩 我们如果再看的时候 春秋和左转有什么关系呢 也是很纷纭的 各种各种说法都有 我自己就比较重视这条材料 这个材料是在司马迁之前的 因为是炎坪祖 本身属于公羊家的 大家知道春秋有三转 左转是古文家的 然后有公羊 有姑娘 这是金文家的 公羊姑娘 真的纯粹是解释经文 以问答的形式 反复往来不断解释 足词、秘示 背后所吻含的一个含义 甚至乎日子 既时节 既年份 既月日 他都会觉得有大意在里面 所以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他将 引公元年 第一条经文 《春黄晶月》 就这么简单 他可以当时的将军 可以有蔓延的 可以解释到这么多的内容 但左转不是这样的 左转主要是以史传经 透过他的序事 是序事为主 就不像公羊姑娘那样 以说理为主 他就记录了这些事情 透过这个序事 自己的看法 就隐含在他的序事里面 好了 我们可以这样看 这个观察篇说得很清楚 孔子将要收春秋 他左邱明 圣 左邱明 有些人说他福圣 有些是丹圣 应该是左 然后 邱明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 我们对他所知很少 这个左邱明 甚至乎 司马迁说 左邱失明 缺有国语 大家想想 失明了之后 怎可能再写呢? 所以国语 虽然 跟过去都会认为 跟左邱明有关 但是那个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去对 比对一下 未必是这么密切的 很多的 序事的 角度 他的用意 他的立场 他对序事 故事的情节 那个的安排 那个的处理 两者都不一样 所以国语 和左邱明 未必是像司马迁所说的 但是我们肯定知道的就是 论语里面 大家都已熟能长的 就是一讲左邱明 一定是那几句的 是吧? 口言令识 足弓 显以仁 左邱明 此之 某亦此之 力怨而有其人 左邱明 此之 某亦此之 某就是孔夫子 我们习惯 不可以直呼孔夫子的幽字 所以我们广东人 读书 读古籍 从来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们被语 不直呼孔夫子的名字 这里你就知道 原来左邱明之所以 偏左转 是因为孔夫子要收春秋 他要解释 他不怕他的后代 那些徒子徒孙 会人人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左邱明用事情 用罪事来说明 孔夫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改 这样写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推翻的资料 何况他是什么 公养家 如果你说他是左侍的流传 其中一位 你可以说作假 但是他和金谷之争的公养家 自己也这么承认 所以这个可信性 未必能够有太多质疑 好了 那郑巴哈段烟是什么呢? 这件事非常精彩 在我们香港来说 其实六多年的时候 曾经拍过电影 《王泉会舞》 内地更加不用说了 自古也有的 有集剧 有戏曲 里面也有这个题材 拿这个题材 有不同的演绎 甚至乎在80年代的时候 内地也有一部电视剧 电视剧 《春秋篇》 《东周列国》 《春秋篇》 也有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看的 很容易可以看到这个故事 但他们不是真的左转 他们是凤梦龙 大家知道凤梦龙小说家 他加了很多的情节 令到那种戏剧性更加明显 看起来尤其我们现代人 看得更加精彩 左转是不是这样的容易 其实可能有很多出入 未必是原来左转的意思 不过没所谓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版本 它可以铺演不同的义理 所以我们现代人也有这样的好处 我们可以全部包揽 什么都可以看看 好了 这个就是和大家说的 就是因为一般人 我们说春秋左转的关系 有太多质疑 我呢 很简单 我教左转 我第一课就会将 隐功头过几年的经文 附上转文 给同学看 因为未必是每个人 讀左转的时候会理会春秋 但你将他的经文和转文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看到之间的密切关系 好像衣服的表和你 是分不开的 两者是分不开的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春秋经还春秋经 在古书的流传里面 那个惯例就是经还经 转云转 即是说经书还经书 自己一本 左转还左转 是分别这样流传的 但我们也相信到度遇的时候 度遇春秋经转集解 它的经和转 合在一起 然后将转文 按照经文 把它分开 所以分转于附经 也破坏了 如果我们从负面方面看 这种做法 是会破坏了 阻转序事的连贯性 幸好这件事没有 我们今天要看的 如果大家这么看 影光元年 第一条春秋经文就是 元年春黄晶月 没有了 没有其他事情 就这样记一个 好像日历 今天几多号 连日也没有 是不是? 哪个日子也没有 因为古代记日子 是要用天干地支 来记 这些日子也没有 但是 它的意义很重大 为什么? 这个画明给大家知道 王是谁? 周天子 因为在春秋的时候 大的历法 主要有三个 一个周历 一个恩历 一个夏历 孔夫子说 吴崇夏 就是他行恩 就是夏之时 夏时就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农历 因为他最能够 配合到农业的运作 这个春黄晶月之后 用的是周历 这是很重要的 尽已经不尽了 或者小国 大国 小国也好 他也不一定要用周历 这里来说 他能够贬持 或者秉持周历 一个比较 宽泛的理解 袁廉春 王周晶月 不输即为涉入 这个是左转的 红色字是左转的 你就知道了 左转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记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古代 一个国君 或者是天子 皇帝也好 他过世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当那一年 他过世 无论哪个月份 那一年 都不改年号 不改历 但是 一过了新军的职位 一定要等过了年 过了年 正月 才可以改年号 新军的年号 这里来说 老衛公过世 老人公是大儿子 按照这个军位 就是诸孝国的国君之位 传给他的嫡妻之子 就是老魂公 但是因为老魂公年纪太小 所以他就摄政 老人公就要摄政 摄政也好 你也要记录 为什么不记录 不输即为涉妍 因为他是摄政 他不是真正的国君 因为最后 他也要把国君之位 扬给的子的身份 就是他的弟弟 同父义母的弟弟 老魂公 所以 要告诉你 为什么不记录 如果没有 阻转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脱漏呢? 好了 三月公及诸义父盲于灭 也很简单 春秋经 但是 左转也要解释给你听 时间关系 我不详细讲下去了 因为每一个经文 每一个著文 里面都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去推敲 可以去斟酌 可以去说明 但是时间关系 我尽量略过 因为他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了 然后 下四月 被白碎尸成狼 不单止春秋记录的 左转有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写 没有记录的 他也告诉你 其实那个月发生了事情 但是左转 告诉你 春秋为什么不记录? 内里的原因 不书非功名也 因为他自把自为 被白自把自为 走到狼那里 修建成墙 不是出自国君之命 是不对的 所以他不记录 告诉你 那你说 左转和春秋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这些话? 是不是? 好了 接着来了 我特意把它放大了 下五月 在序事学的时候 大家将它连贯回去 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春秋和左转的关系是如何 好了 接着我们进入这个故事 我要把时间了 因为有时候我会跑马 所以时间长得不好 好了 左转是怎么记的? 大家注意一下 明明刚才很简单解释书法 但是一旦进入这件事 左转不是 突然间初 初是左转记事的一个惯例 初就是追罪前事 追熟这件事发生之前 和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这么说 一个是正事 正事就是郑伯黑断于烟 郑伯正就是郑国 郑伯是国军的爵位 公侯伯子男 他属于伯爵 不过是否伯爵都可以讨论 他自己说正伯子男也 他是指男而已 好像很谦虚 可以讨论 但是正伯是谁呢? 不知道 正伯可以任何一个正伯 不知道是谁 黑 黑是什么? 黑者圣也 黑如果根据左转解释的书法 就是指 和人打仗 得胜 然后获盡 捉住他的大仗 这样就叫做黑了 就是一定要打仗 而且要打胜别人 而且还要捉住大仗 才叫黑 那段 就是什么段 只有名字 也不知道是谁 于 大家知道这是兼语 于是什么? 这是戒词 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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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地名 就是地名 就是焉 焉在哪里呢? 也有很多讨论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左转就不是了 它由初字开始 整件罪事 就出来了 故事是什么? 就是静白黑的语言 就是讲这一件事件 但它如何去再述它呢? 这个就是考功夫 也是我们最值得去斟酌的地方 他说 刚才说了 起初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 郑武功取于身 郑武功 郑就是郑国 武功就是国军 武功是士号 公就是公下八子男 在当时来说 无论你哪个爵位 他通称都叫公 郑武功 武就是他的士号 士号就是当时的人 有爵位的人 过了身之后 无论男女也好 他都会有个士号 一定是过身的 所以郑武功 一定是说的 郑武功过身之后的人 说回他 称呼他的 娶 娶就是娶妻的娶 于身 身就是身过 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 稍后我会 稍微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身到底在哪里呢? 地理位置在哪里呢? 原来现在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些看法 会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的语境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语境是什么 语境很简单 譬如屋邨 公公屋邨的村字 我们一说屋邨 我们自然知道 是在说哪些地方 但是这个村字 很多时候跟乡村的村字通 如果你离开了香港语境 大家就未必知道 你所说的屋邨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说 正宝公取于身 这个是国军 朱后国军 而且他当时是周室的轻士 地位很高 是超乎中朱后之上 好了 然后他取的人一定是什么? 当时一定是身份地位相当的 我们俗话说 他门当户对 很多时候都是其他朱后国的千金 当时是一个新国 是近楚的一个地方 很近楚的一个地方 后来所以就被楚吃了 就是吞平了 这个新呢 因为正宝公是什么姓? 是姜姓的 对不起 正宝公是姬姓的 新国是什么? 是姜姓的 姜姓的姜 那是姜姓的 他当时是同姓 是什么? 不可以通分的 因为古人幽生学的观念 他说同姓 相分的话 其身不凡 凡者凡夕 后代很难一直凡显下去 所以古人现在有这种观念 在春秋里面 在左转里面 很多地方都看到这种观念 就是同姓是不分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 新一定是什么? 是一个诸侯国 而且不可以是姓姬的 所以他是姜姓的 所以约母姜 这位女子是母姜 姜是她娘家或者母家的姓 母就是她先生武功的嗜好 当时左转寄人名的时候 她会这样拼 就是拿她先生的嗜好 再加她娘家的姓 来称呼这位女子 大家想想 难道女子的地位这么低 连名都没有 她是有的 不过她记录的时候 只是记她是母姜 这样的意思 生忠公及公宿段 这里忠公 就是我们一会儿会说的主角 郑忠公 郑忠公就是郑母公的儿子 这个母姜是嫡妻 大家知道 有分正室有分味的 就是那些树室 或者是妾室 那你就知道了 她的妻所生的两个儿子 就是亲哥哥 同父亲也同母亲的 就是忠公 忠公也是嗜好 郑忠公 她的名字叫悟生 及公宿段 宿段 八重宿贵 宿一定是 兄弟背中的牌低于伯 所以她是第二个儿子 即是后 后面的儿子 段就是她的名字 公是什么地方呢? 公是一个公国 是一个诸侯国 诸侯国后来被人吞併 吞併了之后 后来 我们知道 正宗公的弟弟 宿段 争冠位争不到之后 她就逃宾到公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公宿段 肯定是后来 给她的一个称呼 后面大家就要注意 忠公悟生 悟是什么呢? 悟是悟味 悟味施逼 我们看惯罪 悟就是悟开眼 朝早醒觉的时候 忠公悟生 怕僵士 嚇到僵士 命若悟生 谁亦知 不喜欢他 很厌恶这个儿子 大家想想 自己 是吧? 拖着他十个月 生了他出来 但是很不喜欢他 很厌恶他 碎 是用得很好的一个字 我们在成篇里面 你看到三个碎字 三个碎字很关键 这个碎字就是 即是 他没有想到其他东西 没有想到这是我自己 生出来的一个儿子 总之我不喜欢这个儿子 为何呢? 为何有他的名字 叫悟生 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有 现在我们比较主张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知道 难产 因为他妈生中宫的时候 是难产 为何难产呢? 一般来说 这个悟字 就是可以通说问解词里面 一个下午的午在左边 右边就是 悟国悟民的悟 这个悟字 悟者液也 为何液呢? 一般的分娩 就是头先出的 这个悟人 是分娩的时候 头先出的 然后脚先出的 但这个液呢 反过来 是脚先出 头还在里面 这样呢 很严重的 小孩的悟人当然会有问题 妈妈也有问题 所以呢 一般主张都是这种说法 但是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都有的 很离奇都有的 譬如悟生是什么呢? 他睡睡觉 指他妈妈 就是母亲睡睡觉 早上他就说 咦?寶寶跑了出来 那就叫悟生 也有些人说 悟生就是他生了出来的时候 不哭 大家知道 寶寶在母胎里 他是靠那个磁带 在妈妈那里 拿养分 拿空气 拿氧气 一出来的时候 要靠自己 所以一出来的时候 自然他就要靠肺 他需要 开始为自己 吸气 吸气呼气 要哭 他不哭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 拍他 弄到他哭 这个就是 我们大家都会说的 初生婴儿窒息症 有可能是这种 所以后来的医书 尤其是明代之后的医书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用悟生来解释 但是是否真的必须要这样解释呢? 是否真的闷磁生 大家听过 那些叫闷磁生 就是初生婴儿窒息 那类 未必的 我们可以用回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难产 很难才能生出这个孩子 在那时候的观念 五亿 就是这个孩子将来都不会孝顺自己 是五亿孩子 所以就不喜欢他 所以谁忽知 爱公宿段 爱第二个孩子 爱第二个孩子 这个第二个孩子很重要的 你看看《诗经》 《诗经》里面有三篇 在胃风里面 对不起 在正方里面 有宿于田 太宿于田 以及昌仲子 你就知道这个段很厉害 武艺高强 和他的哥哥 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大家听到他 他骑马 即是控制那辆马车的那些马 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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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这么说 若立之 他想立这个小孩 但是长有有罪 当时立的立长 中功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但反而阿段是不符合的 但他偏偏想立这个弟子 于是契请于武功 契的意思是 女女不断地找机会 和她的先生武功说 要立阿段 然后是什么呢 供不许 供不许 和不许的不同 就是不许之 他有比较丰富 就是武功 不答应 僵侍这个无理的 有违中法的要求 有违国军的继承那套制度 既有的那套制度 好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就是 在左转的罪事者的角度 他认为 为什么会出现 两个兄弟互相残杀 所谓的祸起宵场 或者是宿场 或者是祸起兄弟的益场 大家都听过了 耳熟能场也听过了 这些成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在左转罪事者的角度来说 他就认为是和出生的时候有关系 和他的出生有关系 当然是否这样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起码 这个罪事者 他就是这样认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因 是一个祸根 或者是乱缘 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都认为是从这里开始 好了 我们再看下去 到中公职位 他真的做了国军 做了郑国的国军 他妈妈开始来 开始部署 为这个小孩去部署 去准备奪取他的军委 他说 为之请祭 祭是一个刀一名 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塞 在郑国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 岩岩残残 就是岩残残 就是这里 祭岩一日 岩者岩岩残残 一个很险妙之地 而 守难攻 偏偏 偏偏 他妈妈为 他这个儿子 向 郑中公提出一个 这样的要求 就是要将祭 这个这么重要的 基要之地 这么重要的地方 封给 阿段 作为他的 采一 作为他的封一 但是 中公就说 祭岩一也 鸡宿史言 鸡有分东鸡和西鸡 现在这里说的是东鸡 是一个鸡国 出土的文物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鸡国的器物 这个鸡 就是当时东鸡国的国君 死在哪里? 燕 这个就是监狱 死在祭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 里面的内容 很多的动机 或者什么 我们都可以去推敲 你可以这样想 可能他为了他的弟弟好 为了他的弟弟好 他怕他的弟弟好像激宿 持住 有地理的形势 对他有利 在那里 产生一些非分之想的时候 对这个弟弟是不好的 你可以这样想的 他一遗命 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他 其他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都一遗命 就是为命是从 为命是听 你说哪里我都封给我的弟弟 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就立即请经 祭请不了 要求这个地方不行了 他妈妈 姜氏 就为阿段 去请求封经这个地方 使居知 为之 京成太叔 太叔 就是第一个弟弟 太也就是大也 其实中公可能还有很多弟弟 因为为什么 当时的诸侯族国君 是娶一个女儿 另外两个国的国君 都会将她的千金送去 所以诸侯一娶狗女 一娶就娶很多妻子 有正室 有其他的 这就是京成太叔 京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债众 这个不可以读祭 因为圣事就是债 因因别义 或者是因徐异传 债众 债是一个封义 他以义为是 仲是他的名字 就是说 这个大夫 这个大夫旁观 看到这样 不是办法 他只得一上二 可能有部署 于是立即和郑中公说 刀 刀成 就是一个刀入 成过八字 字是什么呢? 字就是一个量词 这个字就是女场 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些城场 也就是英文的battleman 一斑 那些是字的计算 horas 八字 八字 一个字大概是多少? 三厂 一厂 一厂多少? 10尺 多米23厘米 誠過八字很長的 因為誠場很重要 有誠場的時候 他就可以守著誠場 你作反有什麼也好 都是靠誠場的 誠過八字 國之何也 是國家的禍禍 你賣下禍根的會 先皇之際 大都不過三個 這個三就是 我們現在說的三 通的三字 三分之一 只不過是大都 只不過是國 古代有分國和野 所以如果大家看 浸文宮出殯的時候 去到流亡 飯也不能吃的時候 黑食於野人 黑食於野人左轉是這麼記的 有些人說是野人 野人黑食他給你食物你也不敢吃 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國之外就叫野 不是說我們現在的觀念 好了 三個之一 中是五之一 少是九之一 大家可以算數 金經不道 道是不合乎法道 非制也 君章不堪 最後你是受不住的 如果你一直有它膨脹的話 不僅是勢力 而且它自己的本心 也可能會一直這樣膨脹 所謂公約 若僵是弱痴 煙避害 我媽媽要的 這裡以前的人就會說 沒理由叫媽媽叫僵是 所以有些學者認為 這個僵是可能 有這句說話 已經看到 鄭忠公對她媽媽已經 不太尊重 否則不會這麼叫她 煙避害 我如何逃避這個禍害呢? 我媽媽要的 我有什麼辦法呢? 如果我不答應她 可能有其他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好了 鄭忠公就說 僵是何厭之有 它怎會滿足呢? 不如早為之所 不如早些去處理它 早些去 謀一個上策 不要令它 知慢 知生 慢或者知長 不要讓她的勢力不斷擴大 然後就會對國都不利 對整個正國都不好 慢難途也 如果她知生慢掌的時候 你很難去處理她 徒者徒者謀也 你很難去應付 慢草由不可除 方君之重弟虎 這個重弟子 他受母重的 他媽媽的重愛 你自己的同母的弟弟 接著有一個很出名的說話 多行不義 必自弊 只孤待之 子 先生的意思 就是鄭忠公對債眾所說 先生你孤待之 孤且等待 普通話說得好 怎麼說 坐著瞧吧 等著看 看好她 看她怎麼死 俗話說的 多行不義 必自弊 這個弊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是這樣寫的 是死的 其實這個字 說文解字在下面是蟳 蟳 蟳是頓腹 前腹後繼的腹 他可能不小心跌倒 必自弊 他自己會跌倒 自己會跌倒 你等著看她怎麼跌倒 就是這樣 這裡大家要注意 我抄開一點 因為我時間不夠 慢慢說下去 要說到一兩個小時也不夠 我簡單這樣說 我們會看到 你一看到的就是她媽媽 暫時還是看到她媽媽 她媽媽一開始就已經有部署了 一步一路進逼過來 好 中公這一邊 皇帝不急 但太監就很急 他旁邊的人 看起來是不得了 你這樣下去 縱容他 淫游他的如取如愧 他要什麼你就給什麼的時候 這樣下去是怎樣的? 那個禍根 一直這樣下去 你是處理不了 應付不了 但是中公你看看 很冷淡的 很簡單 大家看看 僵是若之煙被害 接著這裡說 多行不義 必自閉,只顧待之 這個債仲跟她說的時候 說出厲害關鍵的時候 她跟她說 她會摔倒了 你等著看 很冷淡的 是不是? 好像不在意 好了,我們再看下去 既疑 既疑就是過了不久 太宿命西匹北匹,異於己 異者兩屬 就是說她同時既屬於鄭忠公 亦屬於阿段 要逼這些邊皮的地方的人 從屬於自己 受自己的指揮 於是鄭忠公旁邊有一個人 公子女又出來了 公子就是宗族 公子、公孫 公子女是她的名字 這個人就說了 看不過眼 他說 國不堪義,君章若知何? 若與太叔,神請示之 若忽與,神則請除之 無生民心 你如果想握手 將國君之衛讓給你弟弟 你就說出來 是不是? 接受這個做法 我們其他人都沒有話好說 但如果你不是的 你就早日要剷除它 不要令人無生民心 民心就是人心 不要令人生意心 到底跟誰呢? 到底是支持誰呢? 公約 你看他又冷冷拋出一句 無用 張字及 不用的 無用就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 不需要做什麼 預防的措施 什麼都不用 張字及 張 剛才是只顧待之 這裡開始來了 張 即將要 這是左轉的寫法裡面 很重要的一種叫做逆施 逆施就是倒轉來說 將後來要發生的事 就早就告訴你 所以這個已經預告了 它的下場會是怎樣 這是聚事者 他用這種手法 來表達將來會出現什麼事情 張字及是什麼 大家看左轉之後 後面一定是及與和的 不會及好東西 是及與和的 就是說 你不用管他 他快要將自己 擺入一個禍患裡面 禍害裡面 他自己會自作自受 好了 再來 一步一步進逼過來 鄭莊公的說話 也一直是怎樣? 是加重了 起初是子孤待枝 他自己會跌倒 這裡而已 嚴重了 他會自及於和的 再來 看到太叔 又修意以為幾乎 索性 將西匹、北匹 歸入自己所管轄 調配那裡的兵馬等等 這個就是 太叔又修意以為幾乎 至於濫然 一直擴展自己的勢力 去濫然這個地方 稍後我給你看看地圖 就知道了 子豐就說 子豐就是公子女 子豐是公子女 他就說 可以 哇! 這樣還得了? 是時候了 不可以再忍下去了 這個時候就要處理它 就要對付它 口章得眾 這個口是順便從岸的 說文解字 上面從岸的 就是指土 泥土堆積的意思 就是口章得眾 這個當然是隱身 他會得到民心 很多人會去歸乎他 催負於他 接著來了 公約、不義、不力 匿者 就是借做一個暑積的暑 右邊 後面一個日子的人 這就是匿字 不匿 就是黏腹的意思 如果他多行不義的話 他做的不是恰當的事情的話 有違於這個道理的話 那些人民 只可能一時糊塗 或者為勢所迫 一時這樣去親父他 口章崩 即使越堆越高 或者反過來 他越堆越高的時候 崩壞得更加厲害 這個崩是山崩的意思 這些泥土崩塌 所以跟口字是相認的 這是一個比喻 口章崩 於是太叔再來了 太叔懸罪 懸就是修建城牆 加固了自己的城牆 經那個地方的城牆 再就是儲糧 儲起軍糧 以及收編很多的人民 訓練他們 準備要跟他哥哥搶國軍之位 然後善甲兵 善收善收補 刀刀 就是兵器 甲就是海甲 披在身上 兵就是兵器 準備兵器 鋸足成 鋸就是鋸備 鋸足的意思 編好這些 鋸者步鋸 成就是居兵 因為當時是用車戰 春秋用車戰 每輛車大概有三個甲士 中間的是駕馬 左邊的是負責射箭 右邊的是大力士 所以它是居右 為什麼右邊 老子說的 兵者空氣 右邊屬於陰 屬於空氣 這些裡面很多文化的含意 在裡面 好了 具足成 大概多少人呢? 一輛戰車大概有三個甲士 補兵是七十二個 這裡加起來大概一萬多人 一萬五人左右 張雜靜 這個雜字大家要注意 這個雜字 古人用的字 一個字 我們也不要放過 裡面包含了很多含意 在裡面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根據左轉的說法 打仗可以用佛字 佛是什麼呢? 明刀明槍的 有一個聲討 就是對方 敵人有一個罪名 加諸於他 就要聲討他 所以是什麼? 軍 或者師 師有忠鼓 就是 巧羅打鼓 忠鼓是什麼呢? 打仗的時候 是靠 軍之耳 木是什麼? 那些旗 所以看到一定是插旗 插旗就是眼 向左向右 就是指揮軍隊去衝鋒 忠鼓就是進攻的 忠就是明金收兵 退兵 退兵 收兵 所以佛就是一個這樣的含意 如果沒有這些中古的劍 叫做侵 去侵略別人 去侵襲別人的侵 襲就不是 襲就叫做襲 襲就是偷襲 偷襲 偷襲就是說不告訴你 不如先跟你說明 我現在要跟你打過 不是這樣的 是輕裝 用很快速的手法 來偷襲別人 當時鄭忠公就準備這樣做了 要偷襲鄭國的國刀 然後夫人將啟知 她靠的是什麼? 她媽媽做內應 啟者打開 打開城門 給她的輕兵走進來 公文齊齊 這很重要 只是四個字 左轉用字 一個字都不能多 一個字不能少 只是用文齊齊 文是聽文 這些國家機密的事情 怎麼可能會去到耳朵呢? 大家想想 一定是鄭忠公一早 人家已經有什麼? 有很多的視眼 在這裡監察著 一聽到她有這些 風吹草動的時候 這些行為的時候 然後你看看她 可以 兩個字 是時候 然後馬上就明止風 策 策 但我們就讀策 因為是策 大嶺的意思 居二百成以佛經 這些兵馬不是隨隨便便 一時三刻可以召集到 一定她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去佛 剛才是集 這裡就是佛 佛是聲討 因為她大底不對 你一動 你就大錯特錯了 罪名在你身上 她找到這個罪名 就可以出兵了 又經叛太宿斷 原來不堪一擊 早就已經說了 不義不力 口張崩 所以一看到 國軍的軍隊一來 走光了 馬上就潰敗 然後斷入於煙 斷敗走 走到煙那個地方 所以才會是鄭伯 黑斷於煙 走到煙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國軍 鄭忠公 有沒有放過她的弟弟 沒有的 佛朱煙 都是佛 巧羅打鼓 即是有忠鼓去煙 不肯放過她的弟弟 去打她 兵分兩路 一路靠子風 直接去供這個經 另一路由她自己帶領 是由她自己 佛朱煙 這樣來包抄她的弟弟 到五月生丑 五月是周曆的五月生丑 二十三日 太叔出殯功 迫到她弟弟 沒辦法了 躲在煙也不行 結果出殯了 出殯就是逃亡 逃去哪裡? 逃去攻的地方 所以先叫做攻宿斷 就是這樣來的 這件事 到這裡就結束了 鄭伯黑斷於煙 到這裡就結束了 鄭伯 原來是鄭忠公 黑就是 如而君故入黑 好像兩個軍打仗 好像你死我活 兩個敵國在打仗 原來是用黑字 兩兄弟 然後 於煙 煙不在很遠的地方 所以才會用煙字 我們去看 左傳有解釋書法 這個書法大意 就是孔夫子所賦予 為何這個 一、二、三、四、二、四、六 六個字 鄭伯黑斷於六個字 原來裡面有很豐富的內涵 這個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人說 這個無端難入 一段解經的文字 適義的文字 所以就說這個是什麼? 是假的 是 後來的流音偽造下去 是後來的人讀到這個故事 於是硬塞一段解經的說話 透過這件事來否定 左傳解經的作用 或者說是作為春秋經傳的角色 但是問題 譬如同城派的吳宇倫 這樣就算了 很重要的 他說這一段應該放在前面 如果左傳解經的話 應該一開始好像公容姑娘 一開始就照解就是 是嗎?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一開始的時候 剛才那個初什麼什麼的 如果放了這一段 你看看內文 鄭伯黑斷於煙 斷不帝故不然帝 如君故有黑 清靜伯 機失教也 為之靜置 不然出崩難之 一頭無水 如果沒有那個罪事 一下子這樣說的時候 沒有那個罪事去連繫 給你一個語境 告訴你為何是這樣的一個義理 所以那些想法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這樣看 《書約》就是它的書法 為何它這麼記 鄭伯黑斷於煙 鄭伯黑斷於煙 為何這六個字這麼記 第一 為何要叫它鄭伯 不叫它鄭忠公 叫鄭忠公 也不是這麼好 不是這麼正面 最正面是什麼? 鄭仁 鄭仁就是舉國之人 大家整個國家都覺得你斷對 所以鄭仁黑斷於煙 這樣就很正面 但是它為什麼要寫鄭伯 不說鄭忠公呢? 基失教也 大家看到嗎? 基失教 什麼叫失教? 教導 我們一開始說的第二字 你做兄長的 你就有教導你弟弟的責任 所以君君神神 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 你就要做好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就要教導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 你不教好他 反而是怎樣? 反而令到他那個野心不斷地膨脹 一直這樣放肆 簡單來說就是孤式養姦 你一直孤式他 就令到他陷入一個不能自拔的地步 然後你才去攻擊他 才去打他 打敗他 所以你就失教了 好了 哈字是什麼意思呢? 如而君 兩個同母弟 因為春秋來說最重視的是同母的兄弟 只有同母的兄弟才會加一個弟字 就是春秋經文 這裡來說 如果按照一般的技法 應該是鄭伯或鄭忠公 哈弟段 為什麼拿走了那個弟呢? 阿段沒有做好自己弟弟的本分 所以不弟 於是就拿走了 不稱呼他為弟 所以 鄭伯 哈段於煙 這裡就是解釋一件事 最後 下面那裡很重要 這個是朱心 朱心是什麼意思呢? 春秋評論一件事 一個人物的時候 很重視的是那個動機 那個人為何會做這件事 你的動機是怎樣 他是由動機來入手 來判斷 你的 如果有罪的話 你是輕或重的 這就好像後來 你看看漢代的時候 是以春秋的缺辱 用春秋來判案的 在判案的時候 我很重要的是四個字 就是緣情定過 緣情來定過 緣情來定過 這裡來說 就是 解釋這個書法的時候 為之靜至 為什麼不叫出賓呢? 阿段明明是出賓他的功 為什麼你不記得他出賓功呢? 因為不可以寫出賓功 為什麼? 因為鄭伯作為哥哥 作為國軍 他的靜至 就是他的本心 他本心 讓這個弟弟 叛亂或者是叛逆 那個跡象完全顯現了 然後去收拾他的時候 不然之鄭伯 是有一個本心 要去殺他的弟弟 所以為之靜至 不然出賓爛之 他很難走的 很難逃脫得到 很難逃亡得到 所以就不用出賓 來記錄這件事了 好了 這件事就結束了 兄弟相憎 鄭伯克斷煙 已經說完了 對嗎? 但是你看看左轉 所以金聖坦覺得 這裡有很大的一個轉折位 講完之後 接著到武子之情 可以看到罪事者有意的安排 因為鄭忠公氣憤之下 將他一路積累下來 對媽媽的不滿 一次過爆發 他說 誰知僵事於成詠 這個字 大家知道 好像以前的人解釋我們的漢字 有所謂反憤 例如其臭如蘭 蘭是香的 怎麼會叫臭呢? 因為臭就是香 臭就是香 臭就是放在那裡 有可能是氣的 可以知可以氣的 這個等於氣 將他的媽媽 氣置在哪裡? 將他驅逐了他 氣置在成詠 離開新井各都很遠 而世之外 而且法世這樣說 不及王泉 無雙見也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到王泉 這是借代 王泉是什麼? 死了之後 落壯 因為黃泉土之下 會有泉水 所以 不到王泉 借代死 不到死那一天 我也不跟你再相見了 母子之情就這樣斷了 但是很快 既然悔之 過了一會後悔 後悔自己立下這些毒勢 接著有一個人 榮厚叔 這裡很正面 但是他有些地方不太正面 榮厚叔 當榮谷封人大夫 聽到這件事 有獻於公 借這個機會 向鄭忠公 獻上一些禮物 公賜之食 或者公賜之治 賜給他一些飲食 治就是給別人 給食物給別人 叫做治 食就是我們自己這樣吃 食寫肉 他吃的時候 把肉放在一邊 鄭忠公問了 為什麼呢? 永厚叔就說了 少人有沒有 街上少人之食矣 或者之治矣 未嘗君之羹 我家裡有個媽媽 她吃過我所有供養她的食物 但是她沒吃過國軍 你吃的那些 帶著一些汁的肉碎的羹 請以為之 為之就是 請你容許我 准許我 留一些帶回去 帶回去後敬我的母親 接著鄭忠公就說 以後無謂 為我獨無 為我獨無 為就是 與手 起手的一個虛詞 為何偏偏無 我奉俗祖母 榮永厚叔就說 敢問何謂也 或何謂也 供與之故 這是名之故問 榮永厚叔根本是有意圖 要這樣來幫鄭忠公 鄭忠公就告訴她 她沒有自己的關係 如何最後把她媽媽放肆 或棄置在生命中 然後告之悔 告訴她我已經後悔了 然後對若君何患然 你不要以這個擔心些什麼 若其缺地及全 缺就是劃何時 因為我畫個洞 看到嗎? 落到王泉那裡 隧而相見 畫個隧道 所以我們那時候 畫隧道的工程 那些技術已經很厲害 好了 隧而相見 在隧道裡面見 便可以 其實隧若不然 有誰會說 你不是在王泉 那裡見到媽媽呢? 於是公從之 接受這個建議 然後公入如婦 大帥之中其一路也一樣用 公出如婦 大帥之外其樂也 日日 好和樂 的一種樣子 然後誰為母子如初 這個初可冤可點 一開始 既是用初字 最後修結的時候 也是用初字 這是對應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初 它根本母子從來都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初最多只能夠 恢復母子的名義上的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好了 最後 就是君子約 這是左轉評論 好像太史公約 史記的那種評論的方式 這是作者的評論 這個作者可以是自己的意見 也可以引述春秋的時言 那些言人的一些記憶 有時候是孔夫子的 但他不直接說話是孔夫子說的 是孔夫子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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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的后裔 其是之为虎 其就是一个巨手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这种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我没办法说了 因为时间关系 这里就是一个地图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谭其商》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面 《春秋》的地图 你会看到现在有些莫名其妙的 譬如《新》 你看到右边有一个《新》 这是正地 有些人说当时正武功取身就是这个地方 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正的地方 《新》的人都可能是姓姬的 同性不分的 不可以的 更何况这是地名不是国名 两者夫和妻的关系是不相当的 一定是什么? 后面的这个新国 左下角的那个新国 新国才是对的 只要烟是什么地方也都可以考究 但是我不详实说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 从罪事学的角度 我讲不及 反而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后面这部分 前面那部分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讲一件事 后面这部分更加重要的就是罪事的 他说我们读左转 你怎么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样记载这件事呢? 你要知道的 初和正武功取身 是发生这件事的40年前的 但是你要想想想 左转是把40年间的事 把它压缩 把它浓缩成541个字 很简单而已 而且他在选的情节的时候 是刻意的安排过的 那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很完整地贴合郑伯 即是郑伯伯与烟 孔夫子所赋予的这个说话 这个事情的意义是怎样的? 所以他才会原原本本来浪去脈 整件事都是由初那里开始 然后由初那里集结 你会发现到里面 是40年间很多事情 没有交代清楚的 为什么左转不交代其他细节呢? 因为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诠释春秋的这个写法 达到这个目的 他就已经足够了 他不需要多生之节 不需要拉习去说其他事情 好 再来 我跳过一些地方 因为时间已经足够了 已经过了 这里来说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序事里面很有趣的 左转的高明之处就是 你会发现到 他序事的时候 用一个第三人称 或者是第三者的角度 来到去记载段 如何一步一步步步步进逼地来 所以在段那边 是很积极的 一个行为上的事情 但是他记得 郑忠公这一边不是的 三言两语的 很消极的 很被动的 段那里是很主动的 所以一种这样的对比之下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郑忠公这里很厉害的 所以 最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说郑忠公这个人很厉害的 就是因为这句话 本来自古在宋代之后 每个人都骂到郑忠公不得了 说他是天下最奸险的人 奸险狡猾 所以说他是天下第一奸雄 但是到了近现代的时候 一下子变成了 其实忠公有很多人帮他说好话 这个我们不多说 我们可以再看下去 到底是失教 或者是养恶呢? 失教是小 养恶是大 因为养恶就是什么? 他一开始处心積累 就要害他弟弟 失教只不过是他哥哥 他没有做好他哥哥的责任 没有小情大戒 令他弟弟知道的名分要修炼 所以一直重用他 这个就是失教 但是养恶就不是了 就像姑娘所说 是处心積累成于杀也 一直气愤地这样做 但是你要注意 郑忠公 只是弟弟三年 弟阿段三年 他职位的时候只不过十四岁 他跟他妈妈说他那番说话 姜氏、弱智、烟避害那些说话 他只是十四岁 到了他职位的时候 郑忠公职位的时候 然后再到他和弟弟兵戎相见的时候 当时他三十六岁 你说他一个三十多岁的国君 一个这样的 由这种立下坏衣裳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想想 十四岁有没有一个 一开始就已经对他的弟弟这样的呢? 没有 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 所以这个完全是什么? 那个罪事者 他为了解释那个经文 他把他浓缩、压缩 然后在情节方面 他又删除过一些东西 总之能够贴合他的意义的 他的立场、他的用意的 他就把他记录 我们要看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看左转 你可以当他小说这样看 没问题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他用小说呢? 因为他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令到他的罪事是什么? 是很合理 很完整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有很多神怪的事情 比如我们说债众 是吗? 债众 我随便说债众 债众呢 在郑宗宫之后 到郑宗宫之后 郑宗宫之后 这个债众是非荣拔户的 很专横的拔户的 好 有一次 因为他的千金嫁给雍九 所以他的名字叫雍基 他是他的千金 因为他太拔户了 郑国国君郑伯 他就跟他的雍九 这个女婿合谋 要设一个宴 这个是洪门夜宴 要设宴来杀害 这个债众 接着雍基知道这件事了 这是国家机密 即是这些机密之事 但是他听到 听到之后他跟他妈妈说 他说我应该怎么好 一个是我的父亲 一个是我的夫妻 我应该帮谁呢? 他妈妈说了一番话 就是你的父亲只有一个 但是人尽可夫 人尽人皆夫人 你爸爸只有一个 这个就是人尽可夫的出点 就是这里 他就说你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帮你父亲 于是他就将 雍九的计划 告诉他爸爸知道 大家知道雍九的下场 一直被杀害 他就成为寡妇 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想 有没有可能 雍基和他妈妈说的说话 会被一个史冠记录下来 是吗? 所以这个很可能是 阻转罪事的时候 它会令到事情更加合理 为什么最后会出现一个结局 他要告诉你 读者知道 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手法 其他地方 就是 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其他我都跳过了 但是只不过想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 我们现在看春秋在口 看左转也好 它不是真正的历史 未必是历史的真实的那一面 大家都知道中西也是一样的 希腊五世纪的时候 Herobertus 不知道怎么译法 那个父亲的历史 那个人 希腊的史家 他也是这样的 是吗? 当然后来有很多 其他事情我不觉得 但是我们 既使未必是真实的 譬如这件事 不需要我说 赵盾士奇均而高 根本不是他杀的 是他族帝赵穿杀的 但是偏偏 当时进国的史官 董胡 已经记是赵盾杀的 更加是赵盾杀的 孔孔子 最后 他也要怀叹 就是因为違法受恶 因为书法 当时的记史 就是要这样记 推远禍根 你召盾没有维护国军 没有保护好国军 你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 你又没有越境 你还是神下 而且是正兄 你没有负你的责任 所以不是你还有谁 明明不是他杀的 但是也说是他杀的 这就是 改变了不符合的事实 但是 当时的记史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在《罪事学》里面 我看得比较多 又或者 觉得能够符合到我们的 左转的《罪事》 就是 Hayden White的一些著作 包括这本书 Discourse 即是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另外他还有其他的著作 我也觉得是 很难够结合来看的 简单来说 就是 一个罪事者 他对着那些故事 那些事件的时候 他的记录的时候 他选择的时候 他一定是经过自己的 悉心安排的 他会将他 譬如这里所说的 尾 他会将这些 这样的元素 他根据自己 要赋予的这件事情的意义 他来铺排 来到去罪述 所以西方的罪事学面 大家知道一个故事 包含四件事情 一个就是故事 或者情节 一个人物 一个就是观点 左转很多时候 会用全知的观点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很少见到我们中国的罪事 会用全知的 但是左转有 比如刚才那个 央基那些 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故事 赵盾 士奇君 就是刚才见过 但是 大家知道 有一个杀手 当时晋灵公不君 不帝不君 都是同一种的巨识 大家结合来看 你就能够深刻地了解 用字的针着位 当时晋灵公不君 这个人很坏 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 根本是不适合做国君 赵盾走去晋奸他 他不听他说 知语重 是什么? 嫌他烦 怕杀手去杀他 这个杀手就是蚕蚁 蚕蚁去杀手的时候 大家想想 要他刺杀别人 不会是日光日白的 当然是天蒙光 或者是天黑的时候 月黑风高杀人 白居易所说 好了 他是什么时候去呢? 在天蒙光的时候 赵盾起身 穿着潮服 因为是时间上早 在那儿钓鱼 黑暗睡 这个杀手一见到他这样的情况 他马上说了一句话 是什么呢? 他说 无望不望恭敬 这个人 心是国事 天都没光 他就已经做了很小的潮服 准备上朝 准备去辅助国军 去处理国事 所以 他说 不望不恭敬 民之主也 是人民的主人 这些人是可以做的 好了 他说 我财民之主 我就是 不忠 但我弃君之命 是国家派我来的 我不去完成这个使命 我就是不信 有一于此 不忠不信 我都不做 于是怎样? 不忠不信 於是 他就一口坎在坏地 死去 大家想想 他死前的自白 有个使官在那里 记住 但只有全知的導師才有可能 左轉沒可能聽到他這些內心獨白 這些完全是罪事者 他有意地做一個全知的角度 讓你覺得他為何最後這個殺手會自己撒塌上樹 撒塌上樹死了 他也要解釋 於是很合理地 很完整地告訴我們 左轉正正是一個這樣的書 所以大家在讀這個左轉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有現代人的娛樂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很多故事很有趣的 什麼《病入高坊》那些教有趣 裡面很多賴鬼的 左轉很多鬼故 有很多解夢的、發夢的 又會看到很多神怪的東西 我一給你這個腦筋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說 但是有機會才會跟大家分享,好嗎?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多多指教 非常感謝許教授 時間的確有點緊張 剩下10分鐘 但我手上已經有若干的問題 我看到有些問題是不捨得不問的 所以我直接問兩條問題 有一條文學家認為莊公在隧道 和她媽媽見面 她 公入而夫 大歲之中 其樂也融融 姜出而夫 大歲之外 其樂也逸逸 那究竟是 兵釋傳言 是不是一種象徵手法 是不是說好像莊公重新入了母胎 重新投胎一次 一個正常的母子關係呢? 就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一個比較 寬一點的問題 許教授你說的序事 允許虛構 譬如那個 殺手 心裡面的說話 都被人聽到 殺人不到就自己殺了自己 這個手法是否表示 左轉是否究竟 用來解釋春秋經的 只是說他加了自己的很多見解 有請教授 有請教授 多謝盧董事 轉述兩位朋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很有趣 是否入母胎之後 有一種重生或變化呢? 我不懂得這麼想 我可能比較遲鈍一些 我自己想 因為後來的人 看得他太真實了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 在河南的一個地方 那些 大家也知道 他會留下一個碑 那個碑就是 王泉會武處 就是忠公會武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洞在這裡 我看過一個微博 有位先生 他在那裡拍照 拍照回來的 那個洞 可能一個人鑽進去的 只是用去的 以前的人也看得這麼實在的 我們是否純粹當它是一個 一個象徵的一種寫法呢? 是可以的 因為經典的好處就是 它有留下很多空間 可以讓我們現代人 或者讓我們這一代再之後的人 將來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詮釋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這也正正是經典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 這是很生命的一種想法 當然了 在左轉裡面 其實正把短煙已經是完結了 後面那裡誰之僵是於成詠 而誓之約 那一段 然後武子又經過榮口叔的撤合 他解決了一些 發了毒誓的一些 可以避免那種的後果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已經是 後來不需要補上去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時候 因為前面是兄弟 後面的武子 如果你不恢復它的時候 不讓它一個 Happy Ending 一個圓滿的結局的時候 也不是能夠令人滿足的一種做法 所以後面那裡 可能有很多虛構的東西 但是它要連接另一個問題 罪事裡面 它一定是根據史實 根據真實的歷史 好像左轉那樣 它可能看到其他包括老國 因為它是老國的太史 也可能包括其他的諸侯國裡面的文憲 它一定是有依據的 至於它的罪事 如何去選取一些情節 所謂的Emplotment 就是那個情節的編造 它如何去砌好它 如何去整合它 這個就是那個罪事者 它想從一個什麼的觀點 付出什麼的意義 這樣來給它 這個就是有很多虛構的東西 所以後來的學者 有兩個詞 大家不妨可以參詳一下 一個就是Fictional History 一個就是Historical Fiction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想 History也可以是一些小說虛構的東西 但畢竟它不是 如果我們看左轉 第一你可以說是史書 就是現代學術的分類 你可以將它歸入史 但是如果我們看它一定是經 因為它的戰術的目的 就是要解經 就是要解經 它不能夠脫離了春秋 春秋更加不能夠脫離它 所以這兩者 都是原本應該屬於經書的範圍 如果你再向上去追它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經書都是什麼 一家之言 就像司馬遷所說的 觀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那麼司馬遷的史記 它是記歷史的 但是司馬遷一樣有很多 他自己 想當然的東西 令到他的敘事 令到他認為那個觀點 更加能夠符合 那個事情的敘事 和他自己的看法 是一致的 沒有一個史家 或者說一個成功的史家 會令到自己的敘事 和自己的用意的立場 出現一些違背或者是一些矛盾 所以無論他是虛靠也好 但是他始終都是歷史的 即是真實的事情來的 是的 好,好多謝許教授 今天帶我們走一個很美麗 很曲折 又很投入的旅程 或者是教導了我們 《以史傳經》 或者《以義傳經》 《春秋經》和《左轉互為婊女》 一個很好的顯示 希望大家有機會多多讀春秋的《左轉》 太后 她痛越來受到最後